环保局进行工作报告 其中静淘计划大执法专案执行成效 也获得议员们的肯定 但也期盼环保局能提出更好的措施与对策 让市民的生活品质可以更加的好 多的车辆呼啸而过 然后你们成立了这个所谓的静淘专案 那本市的噪音车辆管制措施 确实已经有所成效 但本市在这边还是必须要提计 就算是通过认证的排气管 仍有可能透过钻洞改换消音器 改换拔门等方式改变它的声浪 所以无论是否是改装车 一切都要依照执法当下的音量 超过标准为基准 我们进行中央从去年的成效到今年 6月1日到3月31日 那成效非常好 副市长 越好 那个今年的成效真的很好 像我大股山马上反映 那个我们环保局马上去测试 那结果是很好的 那建树也非常多 那我想这个非常辛苦的 我想这个环保局真的同仁 真的很辛苦 非常辛苦 桃源的新荣焚化厂炉体 使用将近了22年 炉体老旧也频传故障 去年10月开始整修 预计到今年7月 这期间将停炉不使用 预估将影响桃源中立区垃圾收入的时间 议员们担心会影响市民的权益 要求环保局要妥善规划处理 那个局长 我们新荣 新荣焚化炉要停炉了 停炉4月15号 要停炉到7月 那这段时间 我们的垃圾要怎么样的处理 谢谢一眼关心 我想桃源市民都在关心这一块 我简单的讲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停炉2.5个月的时间 我们除了启动我们的转运站 就是让民众等垃圾的时间不会太久 转运站 第二天我们就把垃圾转运到我们也埋藏 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用跨区域合作的方式 其他县市来帮我们处理 我们目前没办法处理的垃圾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要减少垃圾暂时时间 因为放太久了 难免会有一些臭味等等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防止异味的恶臭飘散 因为在翻角转运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异味 那第三个就是要朝向 县市互惠的方式来去做这个垃圾计划 那我想要请问局长 这个现在你们有来去做这个 怎么样的改善 跟议员报告 这三个问题 当然我们在我们提出整改期间 就是我们在事先 我们都已经考虑到这些的问题 把这些问题都我们都讨论之后 我们也跟议会各党团 也跟当地的里长也做说明 第一个我先讲这个垃圾站制的时间 我们要求是说晚上 晚上送到转运站第二天就马上去送到我们的 一天的早上几点要把它送走 我们要求大概有两个 因为有白天也有晚班 如果晚班送去的话 大概十点之前就会离开 那如果白天的话是中午之前就要离开 环保局表示 新荣双炉停炉期间 大浦垃圾转运站和中府也埋场垃圾 占质量将会增加 但垃圾一定会在隔天转运完毕 同时也会加强调度垃圾车 预估垃圾收运准点率可以维持在90%以上 记者东予飞采访报道